周瑟,我们这次举报非洋洋是田狗 社长会不会找我们的 宿舍有条例,当田狗必须开始设计 不能信他 明天考试级 今天晚上大家都在复习 这个时候举报会不会 搜上屎 老辈,干什么 现警反正设计了不起吗 老辈,别动手,宿舍不许去打架 明天考试,你现在是 我一个决定都是问了宿舍 这不是问了宿舍 你算不算你不成功 他不认为他不认为他 你拒绝了 我跟你追求的不一样 你以为所有人都在准对我 使不到早上 你要不说了许 就把小米借我的钱还我 你要干什么 汤姆 把我安连两天居住打印出来 用彩印尽重 是全部 好的 你们俩都疯了吗 学长 你们现警反军设的 是不是总喜欢军队宿舍 来壮大自己的声势 不好意思啊,社长 学习是大学生的第一药物 如果谁都掉入爱情的陷阱 我们就完蛋了 陷阱反正射 不如把最后一关 我刚吃完沙县 就接到飞扬的电话 看来给你们 添麻烦了 干什么 上大 飞扬扬 你给我记住了 上大学不是让你在这儿当舔狗的 明天把大家的钱都还了 还有 如果这个月再过不了司机 滚出我们宿舍 周社长吃不到早餐是吧 校门口沙县 兄弟们已经占好位置 上个锅 你见过人跟狗握手吗 嗯